三十岁小伙强行侵犯了年仅八十一岁老太 由于动作力度过呢 最终导致老太被活生生折磨至死 当老太被发现时 下身遍布咬痕 血肉模糊 手指也被残忍咬着吃掉 当时这个老太太啊 眼 两个眼都是肿的 脸也是肿的 当时手上这个指甲已经掉了 都包扎的呢 这个老人呢 当时看那个眼神特别无助 究竟是一头怎样的禽兽 会干出如此恶心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时间 时间2019年8月7日 地点河北零售 当天深夜 81岁老太正准备救济 突然 一个年轻精壮小伙 闯进他的卧室 抱着他便要亲近 老太81年 金身眼看就要被迫 他使出浑身力气将小伙推开 然而 老太的力气终究抵不过年轻小伙 几番挣扎后 被无情的侵犯了 接到报警后 民警迅速赶往案发现场 展开全面勘掌 看着眼前的场景 饶是酒精考验的民警 也直呼 克金双眼要被闪下了 据调查 老太平日与人和善 绝不存在被人报复的可能 那么到底是谁 如此丧心病狂 激不择食 对一个干涸多年老人 做出这样的受刑呢 老太被紧急送医后 受伤的小心灵慢慢恢复 面对民警的询问 他不愿过多回忆当晚发生的事情 但很明确的一点是 自己并不认识凶手 同时 他还想起了一个可疑人员 在距离被侵犯两个小时前 曾有个男人在他家门口问路 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人 见老太封韵尚存 于是起了歹意呢 民警迅速锁定了男子要找的村民 经过详细询问及走访 该村民表示当天的确有人找过的 但是经过民警对该男子的行为和时间进行推断 很快排除了该名男子作案的可能 警方只能将调查重点放回到案发现场 然而农村房屋地面粗糙 并没有留下蛛丝马迹 咱们那现场只是扎线有血迹 现场当时还遗留一部手机 据老太说 这部手机并不是他的 那极有可能便是凶手留下的 民警通过手机卡顺利找到了手机机主大炮 凶手将手机遗留在案发现场 机主大炮显然有着极重的作案嫌疑 民警随即传唤大炮到橘子喝茶 大炮今年50岁 一直单身 他家距离案发地点3公里 与老太并不相识 平日也没交集 面对审讯 大炮不断强调自己手机丢了 这是跟自己无关 而经过民警走访发现 大炮这段时间逢人便说自己手机丢了 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派 作为正常人来说 很显然是为了掩盖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更是加深了民警的怀疑 据大炮自己说 他平日如果没喝酒就是已经喝醉了 而他也有三位酒友 分别是二牛 二强 杨阳 他的手机就是在和这几位朋友喝酒时丢的 民警深入调查发现 大炮则有标准非同一般 也为他本人有一定精神问题 所以另外三个朋友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存在缺陷 导致询问工作很难开展 后来经过调查都讨论是什么 他们每次喝酒的时候 这个打炮啊 只要喝酒肯定都碎了 身体都有残忍机 呃表达方面或者是其他的语言交流方面都特别困难 不能正常交流 民警被这四大金刚折磨的不清 只好将侦破工作放在现场物证上 并从手机上提取出了生物剪裁 令所有民警大为失望的是 手机上剪出来的DNA全是老太的 根本就没有第二人的存在 民警从老太受伤情况分析 既然双方有过亲密接触和搏斗 凶手一定会遗留下信息 嫌疑人当时殴打这个老太太的时候 用嘴把这个老太太的右手指甲咬下来 现场流了大量的血 那么凶手身上有可能也会流下老太的血迹 于是民警将目前的最大嫌疑人大炮所有衣物 鞋帽全部打包送简 并且在一条裤子上还真找到了一些血迹 然而检验结果出来后 却给了办案民警们当头一棒 这些血迹都是属于大炮本人的 与老太并没有任何关系 但民警们不愿放弃 他们拿着放大镜 把大炮所有个人物品一寸寸全部检查了一遍 终于在鞋子上又发现了一滴血迹 可是检验后又抓狂的发现是属于大炮的 至此民警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起案件 是否真的和大炮无关 只是除了大炮 这部手机还能和谁有关呢 而就在这时 一个噩耗传来 老太也为伤势过重离世了 当时这个老人呢 是有肺炎 并且有癌症 这次外伤 促进死亡 为了告慰老太在天之灵 更是为了揪出凶手 民警们又将目光锁定到了手机上 经过大量调查后 民警不得不相信 大炮确实在案发前就丢了手机 而且后来还有人用这个手机打过电话 民警们马上想到了 大炮的另外三名精神伴侣 深入分析后 民警排除了二牛和二强的嫌疑 因为案发当晚 老太房间的灯曾短暂开启过 他看到过凶手的脸 二强就住在老太隔壁 他不可能认不出来 二牛则有腿部残疾 平时走路都困难 就算一个黄花大闺女躺在他面前 可能都得折腾半天才能深入探索 那么剩下的杨阳 也就顺理成章有了最大的嫌疑 据了解 杨阳是村里有名的该溜子 平生就爱三件事 喝酒打架偷东西 通过走访询问杨阳的邻居后 民警意外得知一条重要线索 原来就在案发前几天 邻居曾亲眼看见杨阳用过 和这部手机一样的手机 民警由此推断 杨阳很有可能是在喝酒时 趁大炮喝醉把他的手机偷走的 于是立即将杨阳带到橘子喝茶 但却崩溃的发现 这货根本没办法沟通 但是杨从精神方面来说有些问题 所以在询问的过程中 难度是比较大的 再加上他并不是一直精神方面有问题 所以他心里边比较清楚 自己所做的事情 所以在回答我们的问题的时候 也是比较避重就轻 既然说不过他 民警便将杨阳的所有衣服 鞋帽也一并打包带走 送到鉴顶中心 不过这时已经距离案发过去了很久 民警也满是担心痕迹早就没有了 而且因为杨阳经常在外面跟人打架 回家时衣服鞋子带血这种事实有发生 所以他家人每次都会很快给他清洗干净 这必然导致物证进一步消失 把民警一个头两个托 头发薅了一把又一把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一点点去找 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 他们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物证 在他这个右脚 这个鞋尖跟鞋帽那个交界处 咱们发现了一个 因为他这个地方刷鞋的时候 有时候容易刷不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咱们把这个 一座当时一座语实验是阳性的 证明这会儿有血 确定有血后 民警马上将剪裁送往公安部进行DNA检验 果然他们发现这就是死者的血液 证据虽然找到了 但面对杨阳这个折磨人的小神经时 他们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他有一种特殊才能 可以做到两句话之间毫无关联 一股浓浓的研编刺客风味 然而在民警最终傲义之大技艺 回复术的帮助下 杨阳最终承认了侵犯老太的事实 你怎么敢说的 你也不敢说 直接就怕身奥了 据杨阳供述 当天他晃到老太家门口 正准备拿出顺来的大炮的手机 来个美美的自拍 突然 他发现手机没电了 于是便推门走进老太家 想要借点点 他看到躺在床上的老太 一股无名夜火腾的一声 从当下升起 于是兽性大发扑了上去 被老太果断硬拒后 他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霸王硬上宫 在终于得手后 因为担心老太的叫声被人听见 于是擦了擦嘴角 手机也忘了拿 便苟窜而逃 只留下双氧空洞生无可恋的老太 案情至此终于真相大白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又让民警们一个头两个突 并且后来在面对民警的询问时 杨阳更是直接开大招 亮出了自己持症精神病人的身份 但警方显然不会被他这种特殊身份吓到 直接带着闪现到医院 让医生好好鉴定一下他的精神状态 以此确定他在案发时 到底有没有犯病 这个是什么呀 福克 他缺什么了呀 缺牌 缺牌 这个呢 手枪 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 杨阳在案发时并没有犯病 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他必将为自己的受刑 付出应有的代价 散会